大家好,我是Stan 去韓国旅游币区的景点之一是玩狂江西匠 最近发生了坑人争议 韓国一位著名旅游YouTuber发布了一段影片 在影片中他带着他的越南朋友们来到了狂江西匠 并在一家店点了一盘15000韩元的综合煎饼 但是店家一直以分量不够 强力推荐要追加餐点 经过一番争论后最终点了一盘综合煎饼 但是当食物上桌时 同心的人都露出了十分惊讶的表情 在收到的盘子中煎饼总共不超过十片 同心的越南女生在听到换算成越南币的价格后也感到惊讶了 这位YouTuber在发布影片时写道 狂江西匠其他店都非常友善 但偏偏是客人牺手的地方存在着一点点的问题 当然这个影片公开后马上就引起了争议 哎呦真是让人想骂脏话 这种地方就不能直接被禁止营宴吗 真的很丢脸很尴尬 应该找出那个商家好好教训一下 邀请外国朋友来参观 却把形象完全毁了 希望在重罗明东 这些外国游客经常光顾的地方 不管是边缘警察还是特别调查队 都能加强执法 韩国的外国观光客需求 相比邻近的日本或泰国来说本来就不多 希望不要错过吸引大量观光客的机会 一旦失望他们可能就不会再来了 即使是著名的市场也给了我们一个教训 不要随便去任何地方 只去那些已经验证过的地方 商家们即使生活困难 也请不要失去良心 面对这样的争议 狂江西奖商人会对该店做出了10天的停业处分 商人会方面表示 他们正在考虑实行标价制度 并可能引入一个将食物重量放在屏上 统一规定分量的方案 而目前狂江西奖已经有实施固定价格制度 所以就有些黑心店会透过减少分量的方式来获利 对于狂江西奖的坑人争议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然后在大家的国家 也会在观光景点发生这种坑人的事情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